肝炎沒有控制 肝臟會持續發炎 漸漸纖維化硬化 甚至演變成肝癌 如果能及時準確診斷出病情 就可以有效運用各種抗病毒藥物 那過去來講 它都必須要去做切片 才會知道說 吃這個藥是不是纖維化有進步 肝硬化是不是有進步 可是切片大家知道是手術 那其實這個傷害性是 還是有一定的傷害性 那所以我們現在引進這樣的機器 我們可以不用做切片 直接做類似像這樣的超音波比較安全性的檢查 侵入性的肝臟切片檢查 除了有手術出血的風險外 如果取樣位置 剛好是沒有纖維化的地方 可能錯顧病情 新式的高頻超音波肝纖維測量一運用 準確度可以達9成 它那個切片針 它的一個區域 肝臟四萬分之一 所以它的範圍是很小的 那以這樣子這麼小的一個區域去檢查 其實它誤差性很大 像這樣用超音波的機器 它其實它檢測範圍會大很多 所以相對它的準確度 那精確度也會比較高 這種超音波影像技術 是透過深波投射到肝臟 震動頻率的改變 可以知道肝臟的軟硬 來評估組織纖維化的程度 醫師也建議 肝病病有務必半年到一年 定期追蹤 盡早治療 避免惡化 帶新聞陳天惠 郭佳旭 台北新店報導